5月16号 小谢在美团上订了一个 斗院时柯桥万达店的小气泡清洁套餐 原价198元 促销优惠163元 实际支付了35元 小谢说 当时自己一进店 就遇到了一位安徽老乡 她就说我脸上有蛮虫 我说我脸上没有 然后我就想 我说我做这个基本的就可以了嘛 然后她就说 咱俩是老乡 我免费送你是技术不行吗 做完之后她就问我要钱 我说我没有钱 不是免费的吗 但是她说我用了他们套盒呀 小谢介绍 所谓的小气泡清洁就是洗脸 而所谓的技术补水 对方当时拆的套盒到底是什么东西 她也没看仔细 可当时对方说了 套盒价值15800元 小谢说 自己没这么多钱 对方帮她办理了分期贷款 每期还1490元 分12期 这其中包括了利息 小谢一共要还17880元 小谢说 自己是收银员包吃住 每个月工资也就3000元左右 有点吃不消 就提出把分期退掉 我已经还了两期了 她让我再给她13000 她才给我退掉 那跟没退有什么区别 我们是这样子的 如果她同意有效果的情况下 当时她就要去负责这个的 那一开始是不是免费 你听我说 就是我说的你听明白啊 就是说如果她同意了 我们就给她去拆这个套盒 就给她体验 如果她不同意 我们不会给她去拆 那有没有说是免费体验 你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我说了这个意思 就是如果她同意了以后 然后就给她这样子 店长的意思 记着确实没太听明白 因为对于当时 有没有跟小谢说 免费体验的这个问题 对方一直没做正面回应 只是强调 拆套盒之前 争得了小谢的同意 那她说拆套盒之前 真的你同意 没真的你同意 她说的是免费送我的 她没有跟我讲这个 没有讲拆套盒要钱是吧 对啊 她没有跟我说这个呀 拆套盒之前 有没有跟小谢说钱的事 双方目前是各执一词 不过这位张店长表示 当时自己跟小谢的 整个对话过程 都是有监控录像的 有监控录像 对 有声音 对 叼出来看看吧 我这里是掉不了 这都在老板那里 我们工资这么大 不可能在我这里 营业执照显示 店名是绍兴科桥姚慧美容院 类型是个体工商户 是去年7月份注册的 张店长打电话 叫来了一位陈经理 陈经理介绍 5月份那会儿的监控录像 现在应该是没有了 没有监控录像 这就难办了 当时店长到底是 怎么跟小谢沟通的 很难查证 不过令人好奇的是 小谢进店后 店长怎么就能笃定地告诉他 他的脸上有满虫呢 他就拿了那什么东西 然后在我脸上这里 他就说我这里 也一个探头是吧 对对对 就探一下 对啊 就知道你这个皮肤 是什么状况 是的 高科技啊 小谢说自己刚满18周岁 对自己的皮肤还是比较自信的 但当时张店长用店里这种 都院士智能问题皮肤检测系统 往自己脸上一照 就说自己有满虫 容易缺水等等等等 记得注意到 这种仪器有点像平板电脑 上面还挂着一个探头 这么好的高科技 记得提出 想让张店长给大伙演示一下 我们给你做个广告 如果脸上一查 就能够查出马上是什么病的话 那是很高科技啊 店长 展示一下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店长 张店长显然不领情 直接到二楼去了 记得也不便贸然跟上去 不一会儿 科销市场监管局和卫健局的工作人员 都赶到了现场 他们对这台高科技仪器 也产生了兴趣 你凭什么时候是能够检测出来 你的科学依据是什么 那你这么问我 我怎么去回答 那你凭什么 那你是专业人 我是市场 我是市场 那你把专业人 是你过来 是不是 这个事先解答一下 读院士的陈经理 又叫来了张店长 让张店长现场演示一下 张店长打开检测系统 拿探头往小屑的脸上扫描 屏幕上就出现了 小屑皮肤的放大的图像 我如果这样的切一下 它水分 一个皮肤 一个水分 这也一个比例出来了 是吧 对 它的水分数都会出来了 你看它皮肤是极其缺水的 我们正常一个辐射 是一个网状型的 它皮肤一个表皮细胞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它现在一个皮肤 是这个样子的 它现在皮肤是这个样子的 你们就是把它放大 对 皮肤把它放大 这本身就是一个皮肤检测仪 它是一个科学 原来斗院士皮肤检测仪 运用的是类似于放大镜的原理 需要指出的是 这位张店长虽然被陈经理 称为专业人士 但他并没有职业医师资格证 小谢表示 他不懂这些 他目前最关心的是 能不能把分期取消掉 此前他还微信问过店长 不还会怎么样 对方表示会影响征信 小谢当时表示 还不起了 还了都没钱吃饭了 店里拿出了小谢用过的所谓套盒 包括斗院士基因量肤精华液 和一些别的产品 上面都写了小谢的名字 此外店长介绍 他们还送了一些产品 比如乳液 护肤产品和精华霜之类的 给小谢在宿舍里用 它这个15000多这个套餐 总共可以做几次吧 总共是20次的一个技术 那上面写的有 那现在做了几次 它做了是五次六次 经过市场监管工作人员的协调 小谢又交了1810元 斗院士帮他把剩下的 14000多块钱的分期取消掉了 这样算下来 加上两次还款3000多 额外一次消费的900多 小谢一共花了五六千 相当于每次技术补水是1000左右 目前 对于斗院士科桥万达店里的 产品和仪器 市场监管部门和卫生部门 还在进一步核查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已知真的以为